一对加拿大夫妇亚当和凯瑟琳抛弃了繁忙的城市生活,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托菲海岸边建造了水上房屋和花园。 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和光伏能源发电机提供电力,从附近搜集淡水,在温室种植水果和蔬菜,过上了世外桃源般的自给自足的生活。 他们称为自由湾,已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,育有两个孩子。